大家好 很高興又見面了 我是李方 歡迎來到文化視野 在現實生活當中 我們會看到很多人都不太重視做細小的事情 很多人認為說 小事不值得去做去珍惜 隨便做一下就可以了 其實 當下這一秒的努力也許微不足道 但正是因為無數個這樣子的一秒鐘 構成了每一分鐘 每一小時 甚至整個人生 所以我們不能忽略生活當中細小的事情 老子曾經說過 荷豹之木生於豪末 九層之台起於雷土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荷豹的大樹是從細小的樹苗生長起來的 九層的高台是從一堆堆的沙土堆積而成的 千里的遠行也是從腳下第一步開始的 老子還說過 生活當中面臨的難事 其實這個難事它都是由許多容易的事情累積而成的 大事呢 也是由許多細微的小事一件一件組成的 要克服天底下的難事 必定是從每一件容易做的小事做起 天下的大事 必定也都是從每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做起的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 成就偉大工業的人 從來不會好高悟遠地去做所謂的大事 而是扎扎實實地從身邊的每一件小事做起 將每一件小事和容易的事情做到極致 最終你就可以成就大事 還記得電話的發明家貝爾嗎?貝爾他是怎麼樣發明電話的呢? 1876年 美國費城舉行了一次非常盛大的博覽會 這次博覽會展出了當時世界上最新發明的產品 巴西的國王 利林參觀都來湊熱鬧了 當時國王興致勃勃地觀賞一隻小盒子和聽筒 年輕的發明家貝爾趕快跑過去請國王把聽筒放在耳邊 而自己在遠處講話 可是國王呢 這個時候就聽到了貝爾的聲音 他感到很神奇 他高聲地說 我的上帝呀 我聽到他說話了 貝爾很高興地告訴國王 這個就是電話 從此 電話和貝爾的名字就名揚四海了 那麼貝爾是怎麼想到要發明電話的呢? 貝爾被世人稱為電話之父 但是他自己卻自認為 我是龍人的老師 誕生於蘇格蘭愛丁堡的貝爾 原本是一位聲音生理學家和龍人口語教師 他當時是利用圖像解說 教導聽不見的龍人學會口語 貝爾的母親和妻子也都是龍人 所以對於聽力聽覺輔助設備和語言的研究 就促使他想要去發明改良電話機 貝爾從20歲的時候便致力於教育龍人 當時歐洲正式的龍人教育是始於18世紀中期 到了19世紀 巴黎 美國和英國都有了教會設立的龍雅學校 交到各地的首語 但是貝爾出現之後 力主龍人應該學會口語才能融入主流社會 他以超乎常人的熱情和發明的事業當時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由於他很苦惱 他的妻子耳朵聽不到聲音 他就想 我要發明一種工具 可以使我的妻子聽到我的聲音 在這個美好的目的促使之下 他費勤 忘實地投入研究 他從眼前的每一件小事做起 著眼於解決很多具體的問題 首先他深入學習電學的知識 在受到電報當中運用電磁鐵完成電訊號和機械運動相互運轉的啟發 他又開始設計電磁式的電話 先把音叉帶鐵芯的線圈前 音叉震動引起鐵芯做相應的運動 然後這樣就產生了感應電流 電流訊號會到導線另一頭做相反的轉換 變為聲訊號 再把音叉換成可以隨著聲音震動的金屬片 把鐵芯改成了磁棒 就這樣貝爾不斷地反覆的試驗解決了很多細小的問題 最後他發明了電話 從此改變了人們的生活 他也成為一個偉大的發明家 在王陽明的心血當中 他認為 人們探索心靈的奧秘只是依據各自的能力盡力而為 今天探究到這樣的程度 就只依據今天所理解的延伸到底 明天呢 我們的心靈又有了新的領悟 就從明天所理解的延伸到底 這樣才是專注於一個目標而踏實的功夫 其實呢 這就是在告誡人們 修身養性也應該是循序漸進的 因為每個人的天賦和領悟能力不同 如果要求資質差的人 一開始就去做高難度的事情 這如何做得到呢? 所以一定要循序漸進地進行 從小事做起 不管環境如何 只要持之以恆 就可以用最好的準備來應對機會的到來了 美國波士頓大學有一位教授 他曾經對畢業生說了這樣一段話 他說大學生有一種危險 那就是關心其他的問題 甚過關心眼前的問題 也就是說年輕人他過於自信 把許多的事情看得過於簡單 而認為不值得用全部的精力去做 而導致失敗的例子太多了 屢見不鮮 這位教授所指出的 正是很多人所存在的弊病 大家一心想要做大事 尤其是年輕人 想找一個既體面又賺錢的工作 卻不能認真地從眼前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瑣碎小事做起 以打好日後做大事的基礎 所以有智者成就一番事業的人 從現在就應該立志從當下的小事做起 日積月累 才可以不斷提升素質和增強能力 為實現自己的目標打下堅實的基礎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感謝您的關注 如果喜歡記得訂閱點讚 我們下一集來分享王陽明新學 格局這一篇 我們不見不散